朱�oty 阿丁要不然妳把妳最困擾的事情 講一遍 我想說最困擾的事情 就是我有時候 做事情我覺得會被打斷 你是說被大人打斷 你給我一個例子 我如果像說 我哪一天在寫功課寫一寫 然後就有人問我說要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就要趕快去做 可是因為我如果不做 我就會忘記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這樣會很煩 你現在最大的麻煩不是他生氣嗎 因為他生氣他有沒有他有沒有全力生氣 有啊 有齁為什麼因為因為他也有什麼 他也有界限他也有情緒 所以這個這個生氣不是錯誤 你現在要他修正的是什麼 就是溝通的時間嘛對不對 跟你講這件事情的時間嘛對不對 他就是如果生氣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開始很緊張 因為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被罵 他變成序有時候會影響到我 對啊對啊 所以為什麼我說他這個這個很重要嘛 比如說 比如說你現在在做功課 對不對 嗯 那這個就不是好的談話時間嘛對不對 對啊 而且加上都吵架 會吵 還會吵架然後就搞半天 大家都不好過 覺得很煩 就不相信 我現在要你溝通的時間是你們找一個什麼事都沒發生 大家吃飽飽的睡飽飽的 齁 不要找那種他累的半死的時候跟他講這件事喔 我知道我知道 懂 OK 生氣是OK的齁 對不對我們剛剛講生氣是接納的 但溝通時間是你現在要改變的嘛 那我問你你怎麼跟他說這件事 我們練習一遍假設我是媽媽你怎麼說 就 我不可以就是你生氣的時候不要就 馬上要我做好就是你看到不OK的事情 不要馬上 因為現在他現在是馬上就要跟你講對不對 你現在講不要馬上 那這個是 叫他不要做的事 可是你今天要給他一個 解決的辦法就是 就是那你要他做什麼事 不要馬上你要他什麼時候跟你講 就是我喜歡做要下來洗澡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你不要他做的 你講得很清楚對不對 你現在要把 你要他什麼時候做這件事講清楚 因為你一定要把解決方案給人家 要不然人家不知道你 那我好我知道我不要做這件事 可是我還是很生氣啊 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講 那你還缺一個東西沒講 如果他一生氣馬上就打斷你 你有什麼感覺 很討厭啊 那他是你的外在權威 你不要用這個兩個字 那你可以用什麼字代替 不喜歡 不喜歡 好不喜歡可以接受 你不喜歡他馬上打斷你 還有還有什麼情緒你可以解釋 就會覺得很累啊 就有一種事情又做不完的感覺 好累 好我問你 那你會不會緊張 會 會緊張 就我不知道我是要被罵的 好 那我問你你不知道你會不會被罵 這個感覺會怎麼影響你的 工作 就我會開始會看說他現在到底怎麼樣 我會開始就是有點焦慮 好焦慮 那 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專心 我很難專心 很難專心 就好不容易定下來 好很難專心 這個 他跟你一樣重視 但是你說 我 我討厭 他說 你討厭我才不管你勒 你是我生的 好 但是我女兒很焦慮他會很緊張 好 這個是你必須要講解釋清楚的 因為這個是你的責任 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這是你對不對 這是你的界限 這個裡面的東西 別人不應該侵犯 但是你有責任把它解釋清楚他是什麼 因為別人根本看不見 他也摸不到 他也不能理解 除非你溝通 好 但是呢 現在你溝通的時候 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說你 我很討厭你這樣 對不對 這一種嘛對不對 你也可以說媽媽這樣我很累 你也可以說我不喜歡這樣 或是你可以跟他說 媽媽你這樣子我會很焦慮喔 那我很焦慮的時候我就很難專心 這個 就叫做溝通的藝術 這樣理解嗎 理解 OK 所以我要你記得這件事 為什麼 這件事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懂這個道理 你可以拿同樣方法 在學校管理老闆 在學校管理老闆 你也可以拿同樣方法 在工作管理老闆 因為我可以跟你講 媽媽絕對不是你見到最後一個 不講道理的大人 所有的媽都是不講道理 包括我在內 可是我是被 我會講道理 因為我被我的小孩管理得很好 因為他們很會溝通 我會看到 我會看《對愛情》 是一個小孩管理老闆 謝謝